磕长头 源于藏族虔诚 震撼的心灵力量 磕长头是藏传佛教信仰者最制成的礼佛方式之一 磕头朝圣的人在其五体投地的时候是为身境 同时口中不断念咒 是为语境 心中不断想念着佛 是为意境 三者得到了很好的统一 磕长头 是在藏传佛教圣行的地区 信徒与教徒们一种虔诚的拜佛仪式 磕长头为等身长头 五体投地匍匐 双手前直伸 每伏伸一次 以手滑地为号 起身后前行到记号处再匍匐 如此周而复始 欲河流 须涉水 渡船 则先于岸边磕足河宽 再行过河 晚间休息后 须从昨日磕指之处启程 前程之至 千里不摇 兼时围穿 令人感叹 在各地通往拉萨的大道上 人们不时地见到信徒们从遥远的故乡开始 手带互聚 吸住互吸 前身挂一毛皮衣物 成灰负面 严重道路 不惧千难万苦 三步一磕 直至拉萨朝佛 磕长头的信徒绝不会用偷懒的办法来减轻劳累 欲有交错车辆或因故暂停磕头 则划线或基石为制 就这样不折不扣 始至不渝 靠坚强的信念 步步趋向圣承拉萨 磕长头的形式 于行径中磕长头 信徒们遵循这样的成事 首先取立正姿势 口中念念有词 都为诵六字真言 读作阿玛纳巴米 是印度教密宗的珍宝言 四汉地佛教徒常诵的南无阿弥陀佛 一边念六字真言 一边双手合十 高举过头 然后行一步 双手继续合十 移至面前 再行一步 双手合十 移至胸前 麦第三步时 双手自胸前移开 与地面平行前身 掌心朝下腹地 膝盖先注地 后全身腹地 额头倾扣地面 再站起 重新开始 在此过程中 口与手并用 六字真言诵念之声连续不断 原地磕长头 于殿堂之内或周边 教徒们与信徒们身前扑一坦 原地不断磕长头 只是步行步 愚者与行径中的磕长头一样 或还愿 或祈求保佑 自幅免灾因不同心理意愿 而犹如无人之境 教徒们认为在修行中 一个人至少要磕十万次 扣头十赤脚 这样才表示虔诚 朝拜 依顺时针方向自寺院正门开始 面向寺庙侧向行径磕头 亦是三步一磕 绕四而行 或侧向寺庙 向前扣进 亦为三步一磕 口诵六字真言 藏传佛教密宗中修习三密加持 旨在使身 口 亦三密清净 与佛的身 口 亦三密相应 即身成佛 而修持是其唯一途径 修持是密宗行者人密的前导 被视为密宗的根基 其目的在于通过清新和意志欲望 达到忘我的境界 修行是极艰苦的 从早到晚不间断地修持 一般需两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 其中就包括必不可少的磕长头十万次 磕长头分两种人 藏区一般的宗教信仰者 主要为藏区的牧民 生活在城市里的许多藏族同胞 已少有激情在去做这么麻烦的事 大家在电视里见到的磕长头的队伍 往往以前者居多 他们不辞辛苦 在往布达拉宫朝拜之前 往往都是变卖家里所有的家当 只推着一个平板车 带上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帐篷 eBay 餐具 这个队伍中常见的年龄是40岁左右的 往往是一家之主 带上一家人 大人 小孩一起 我们只见到老人已在拉萨 中年人 少见小家伙们 因为他们少参与磕长头的行动 许多是坐在板车上 西藏的牧民许多以一生能朝拜一次大招四为终生愿望 他们辛苦劳作 积累财物 到了朝拜之时 却不惜散尽全部家财 可这种做法 却能让他们感受到心灵的平静 这点是非此类人生活中怎么也得不到的 也是不易理解的 在朝拜途中 当你看他们的表情时 丝毫不见痛楚 也没有特别的喜悦 只有平和 平和的就像是西藏的天空 平和的一尘不染 他们的喜悦 激情全部释放在布达拉宫 大招四前面 是一种审许多以外的远某 在家购物中 平和的一尘不染 是一种审许多以外的远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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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审许多以外的远某